安然 二十九岁 燕山大学 法学专业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安然 今年二十九周岁 我是一名瑜伽老师 我的求职宣言是 我会的 我做好 我不会的 我可以努力学 谢谢大家 欢迎你 安然 我不太敢看你 你知道吗 太好看了 是因为她像你前女友吗 和像 像现女友 你这个问题难不倒我 为什么 眼神太有穿透力了 对 你是怎么发现的 雅云 就是那个漂亮的姑娘 她最重要是眼神传神 她往下一走 我都被她眼神吸引 和她的相貌还真的没关系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我们的这位求职者安然 曾经是一位女警 这个 想不到吧 所以刚才她在递给我 报名表的一瞬间 她不经意间抬头看了我一下 她这一眼啊 可能我解读的有点过了啊 她既想看 但是呢 她又害怕她的这种看 可能会冒犯到我 速度很快 但是就这一眼 我 咱们好 欢迎你来到非女莫属 咱们今天可以接下来 求职的过程当中 我就可以这样来处理了 是刑警吗 就是交警 亮丽的风景线 我是机关的 交警部门的文员 干了多少年 一年多吧 是为什么离开了警队呢 因为自己内心更多的会喜欢瑜伽这个行业 后悔吧 当时也是很纠结的 也有一些不舍吧 但是每个人都在 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都有一个十字路口 也没有人会定义你走的方向是对还是错 还是想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一下 那到目前为止你做瑜伽做了多久 近七年了 你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参加过2020世界奥赛之夜中国区的比赛 我了解这个世界奥赛之夜是一个健美的一个比赛 是的 它就是一个健美的一个大赛 然后2020届是与空中瑜伽相结合的 大老师你有没有感觉啊 就是安然今天在这儿 她不只是就是她的内在气质很好 因为我觉得瑜伽练久了 她肯定是有一个整个气场的这个提升的 对 她外在形象也修饰非常好 我看她的那个工作意向也是形象管理师 所以我其实就特别想听我们一鸣 对她今天上场以后 她这个形象是不是就算很好了 感谢就雨昕抛出这个问题 刚才也是刚才我想问到你这个问题 安然 你是应聘叫形象管理师是吗 你有工作经验吗 就是我 你家老师的经验 对 形象管理师一定是 你去帮别人规划 她的整体对外的形象 比如说她在各个场合的穿搭形象对吗 配饰一系列的 在各个角度来去帮她呈现美好的形象 你应骗的是形象管理师 但今天你这身形象 在我看来是不及格的 你就应该穿得更职业化一些 因为你是白 你是T恤加牛仔 对吗 我看来我觉得很不够专业 再加上配黑色的鞋子 三个颜色系 没有把你整体的这种 职业化体现出来 她这个形象应该改成形体就好了 对 形体 形象改成形体 我觉得可以让选手说一下 就是她写这个职位 她理解的形象管理是什么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标准 首先我想回答一下一鸣老师的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说我今天之所以没有穿职业装过来 是想让飞翼莫属的舞台的观众和各位老师看到一个最真正真实坦诚的我 日常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我说的那个形象管理师并不是指服装上的搭配 我觉得如果这一个人的气场好 气质好 穿什么都挺好看的 就是饺子好不好吃不是皮的问题 是馅儿的问题 生动 谢谢 刚才安然你并没有回答大卫老师问你那个问题 包括我说的 形象管理师你对他的定位和理解是什么 你只是回应了你为什么穿搭 可是没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一个公司的员工的整体形象 包括站姿 坐姿 还有日常的举止 所以你是做礼仪方面或者是肢体形体管理吗 我礼仪只是调整这些动作 但是我想做的是通过瑜伽的系统来从 比如说好多员工有久坐的这种现象 会导致脊柱的问题或者骨盆的问题 或者高低尖的问题 我是想从这个岗位上从内到外的去调整 对 那你想希望进入的企业是什么类型企业 才会有您这样的岗位 就是我觉得只要是贵企业有长期九座办公室的人员 应该都会 其实我觉得她在偷换概念 形体管理师 任何一个瑜伽老师都是形体管理师 他的主要的责任就是把他的学员通过体态调整到健康 把心情通过浮躁调整成沉稳 所以我觉得你为什么不写一个职务就是瑜伽老师 而要写一个形体或者形象管理师 当时没有想这么多 我们整体这样面试是非常有问题的 因为如果说全程我们不去识别这个选手他的综合 因为他本来他简历就写得很有问题了 信息一片空白 哪些问题 全是空白啊 就读的时间这儿时间没有延整性 就读时间没有 然后工作经历没有 然后专业认证没有 现在企业的这个岗位名称还有问题 然后后面所有的能力定位都不是他说他具备什么 都是企业家们去猜测 针对他的外形猜测 想象猜测 这个真实面试绝对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在做无效面试 可能一开始我没有分辨太轻 我其实只是想在公司里面找到一个岗位 因为就是公司的员工 比如说朝九晚五地在办公室去久坐 手持电脑去做这些事情 他的腰椎啊 坐姿 都会影响到他体态的问题 我说想通过瑜伽这个系统 去进行内在的一个调整 让他们达到一个健康更好的 为公司去效力吗 非常好 目前有这种岗位吗 所以我过来菲尼摸手 我希望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对 因为我们公司做那个数字化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就有的员工就是说请假 我要去做牵引 我要去运动运动 我都给他们办卡 我说你健身房 你去吧 所以咱们公司 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岗位 就我说一下 我们其实类似的岗是有的 因为这样有一座企业级服务 给企业提供健康管理 就比如说我服务十家企业 那从礼拜一到礼拜七 这十个企业排一排一家一天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种服务呢 就比如说我们做健康的 它是有多元需求的 比如说对员工的睡眠 体态也是之一 肥胖 什么焦虑 就它是一个多元缓解的 那么作为一个 我们说输出服务的人来说 它的能力也相对比较综合 所以如果只是 你刚刚提到这个体态 就是这么一个单一缓解 你很难避充这个 需要你的这个技能 你有意向企业吗 有吗 没有 你有看过《非你莫属》吗 看过 你有在来录制之前 了解过我们的企业家的 这个企业吗 有了解一部分没有全部 你希望薪酬是多少 一万 一万啊 希望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北京 好 各位企业家 我们第一环节 请大家对于我们求职者 安然刚才的表现 做出你们的判断和最终选择 好 祝贺你安然 进入到你的第二环节 先生 我有才